见习记者 第0月华夏时报 China Times 纳西恩记者还有先深圳报道 10月15日早盘 深圳本地股大幅高开 茂硕店员 全新好 科路店子 英糖制空 所领股份等十余只个股一字涨停 周末利好消息评出 先是有消息称深圳设立专项工作小组 安排数百亿元资金 从债权和股权两方面入手 构建风险共济机制 负责统筹协调化解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风险事宜 该上市公司流动性 后有流适于在投资者座盘会喊话 春天已经不远了 股权质押到他董事长上演离之潮 如果大盘每天跌三个点 那么每天可能会有100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表更 深圳某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称 9月20日以来 已经有32家公司董事长辞职 董事长离职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的因工作调整 有的因年龄退休 有的因业绩压力大 有的因股东变工 但最值得关注的是 董事长常常尝试控股股东 今年以来 控股股东股票这样 初级平仓线的不在少数 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大股东 因此转让控股权 据湾的资讯统计 注册的在深圳的上市公司 各284家 其中266家存在股权支押现象 截至10月12日 深圳284家上市公司中 在股东股票支押比例 在20%以上的共有142家 其中有107家上市公司大股东 的支押比例超过50% 其总股本利于半以上 已被支押 大股东支押比例 超过80% 的上市公司又55家 甚至有8家上市公司 大股东支押比例 已达100% 分别是神州长城 ST康达 东旭蓝天 华控赛格 特尔加 全新豪 同州电子和迪威讯 同州电子 2018年半年报称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原名 将其持有的公司1.23 一股股份拒押 给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 简称小牛龙行 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来100% 占公司总股本7.46 一股的16.50% 2017年10月 原名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23 一股全部转让给小牛龙行 转让款用于归还对小牛龙行的借款 总结步骤为 这样 报仓 一主 全新豪公告称 大股东通过券商日亚的全新豪股份 遭遇平仓导致被动减持 深圳市政府率先开启就是模式 为化解股权这样这一流动性风险 10月13日 据媒体报道 深圳市政府近日出台了 促进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 一安排数百亿的专项资金 创新新地提出 建立上市公司债权融资支持机制 和设立邮指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专项基金 从债权和股权两个方面入手 通过股债组合权方式 多渠道购借风险共济机制 降低深圳A股上市公司股票质量风险 改善上市公司流动性 具体来看 改善上市公司流动性的风险共济资金已经到位 首批于20家或救助企业也已敲定 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进行 方式包括股桥贷款 委托贷款 债权收购 股权收购等 向上市公司或实际控制人 提供流动性 支持化解平仓困难 债权方式方面 由深圳市国资委旗下的高薪头 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搭保集团等 作为管理机构来执行 政府对相关利率的指导价 未不超过9% 股权方式方面 由深圳国资委旗下的昆鹏基金等 国资投资平台来执行 法体设立 优质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专项基金 以股权收购方式 缓解实际控制人资金流动性压力 英大正确首席经济学家李大肖表示 为深圳市政府 不愧永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 对化解金融风险有重要意义 对经济稳定和股市稳定 有重要影响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重大利好政策 其成功经验值得大力推广 若能推而广之 可筹股市不好 华夏时报记者向深圳市一家电子行业龙头公司 内部人员求证 该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的信息量与市场同步 目前稍微收到有关通知 按时在公司具体是否确定还未知 不过政府是会有这个实际操作的 密集释放利好股市的圈天不远了 2016年股市大跌至2638.3点 国家队纷纷被号召入市 2018年短而快低击破2536.67点 除了深圳市政府在环节上市公司流动性 监管部门一开始密集释放利好 证监会主席留市于10月14月下午 与股民座谈 听取大家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意见 他在现场表示 部分意见可以吸收到政策中去 他还表示 春天已经不远了 刘主席讲话很忠肯 用力提升市场信心 股市的春天已经不远 但前股市最低迷的时候 正是寒冬要过去的时候 抓住历史到底的机会 重塑信心至关重要 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 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一位具有20多年炒股经验的老股民 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我已经满仓了 刘主席的话很给力 96年实体经济环境差 但股市依旧热度不减 这次政策的位的话 很可能也这样 10月8日晚间 证监会发布公告称 近日已正式推出销额快速 并购重组审核机制 针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小额交易 推出销额快速并购重组审核机制 直接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 简化行政许可 压缩审核时间 对此 业内人士表示这有助于缓解股市资金压力 缓解中小企业资金流动性问题 10月12日 证监会发布了一份最新问题解答 对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进行了修订 其中最具重磅意义的一条修订是 募集配套资金可部分 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和标的资产流动资金 偿还家务 而此次证监会综绑并购重组融资用途 允许上市公司将所募集的部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资金 偿还家务 无疑是在今年市场流动性紧缩 且有适逢弱式的大环境下给上市公司雪中送他 同时证监会还表示 为提高资本市场服务是体经济的能力 你集中组织发审为委员 就积极支持上市公司在融资相关事宜开奖调研 下周没有IPO发审会安排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